你知道吗?在19世纪的欧洲,穷人出身的女性会穿什么样的衣服? 首先从她的睡衣开始,就是身上这件棉质衬衣,棉花和亚麻布是最常使用的。 宽大的领口能展示天鹅般的肩颈线,上面还编织了镂空的蕾丝花边,看起来女人味十足。 在领口内侧还有一个小小的拉绳,这件衬裙不仅是睡衣,还是日常当成打底的衣服。 穿的频率非常高,需要经常清洗,穿几十年都没问题,所以质量方面无可挑剔。 脚上穿的是一双长筒袜,深棕色的布料看起来非常老气,你知道她为什么要穿这么厚的羊毛袜吗? 看过前几期视频的朋友都知道,年轻女孩最爱穿这种戴刺绣的丝袜,系上一个漂亮的吊袜带,但这种袜子价格比较昂贵。 作为穷人出身的女主来说,价格便宜的羊毛袜才是她的首选。 鞋子方面就是一双平底靴,女主平均每天要工作十个小时以上,所以一双好的平底皮鞋对她来说很重要,长时间穿着脚也不会累, 用继带的方式将鞋子闭合,随后穿的是紧身胸衣,表面是一层结实的帆布,压麻布之类的面料,用植物染成的深蓝色布料。 胸衣里面有几根金鱼须骨,因为筋骨有很强的柔韧性,而且不易折断,所以用来制作紧身胸衣非常合适。 这种胸衣是根据身体线条,裁剪和缝制的,前后整体都呈现出一个倒三角形。 只要把后背的鞋带在腹部缠绕几圈寄紧,从肩到腰都会非常谨慎,背部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支撑。 上半身看起来更加丰满,接下来穿的是一件衬裙,由白色压麻布制作而成,看似简单的款式,也会带有一点装饰。 上面有一排排细小的花纹,不会改变裙子整体的形状,但它会给人带来更多的温暖。 现在女主手里拿的这个,是一件朴素的航缝衬裙,整体是一个格子花纹的造型,坚硬厚实的面料非常挡风,起到了很好的饱暖效果。 腰部后背有一个三角形的开口,你知道是干嘛的吗?裙子的长度一直到脚踝的位置,随后要穿一件小罩衫,为了遮挡住里层衣服的杂乱,最后就是一件宽松的礼服,一片式的连体长裙。 面料是非常时尚的印花棉,价格方面比较清明,上衣是采用狗腿式封扣,这意味着扭扣在前面,将裙子延伸到封扣上,并勾到腰带上。 腰带的褶皱是采用墨盒式打褶,裙子只有简单的一层布料,里面没有其他的内衬,可能大家会好奇,她为什么不穿裙衡? 因为女主的工作原因,作为女仆的她每天要在厨房忙活,晚上睡觉的房间也比较狭小,穿大裙摆的礼服不方便工作,这种礼服非常实用。 就算日后怀孕身材变胖了,可以扩大腰间的褶皱,依然还是可以一直穿下去,尤其是在那个时期,并没有什么专门的孕妇装。 腰带上有一个隐藏的小钩子,将它勾在另一侧的眼睛上,裙子就算穿好了,宽大的袖子在当时很时髦,但对于工作礼服来说,似乎适得其反。 所以把袖子通通折到手腕处,做家务事就会很方便。 当然出门的时候,还要戴一双假袖子,非常长的针织袖子,羊毛面料极便宜还保暖。 如果在花园或者阳光下工作,就戴一顶这样的太阳帽。 这是由大量绳索,和非常好的棉花制成的。 后面有一块小披肩,可以保护颈被免受阳光照射。 平时只需要佩戴一顶简单的发网帽,是用毛线勾针编织的,还有两缕垂下来的流苏做装饰。 再穿上一条厚实的披肩,在胸前交叉穿到后背,系上钮扣或者系带。 以上就是19世纪,1850年代,年轻女仆的穿衣过程。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穿搭,就给我点赞加关注吧。